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讲这个11.2 这个Iterator 就是迭代器 这是Iterator 来说明它的用意 那首先呢 我们 再回头看一下 我们上一节的 这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要讲了只要是 在讲这一个 这个位置 在这里 就是当我们 想把这一个 所有的球员 都把它类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球员 就是我们 这个图 就目前我们有 很多个球员 那么如果我们想 一个一个球员把它 去把它的资料 或者数据把它取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会刚刚这样子写一个for loop 写一个for loop 然后呢 去问这个player里头的size有多大 然后呢 就给它绕 这个loop 然后呢 每绕一个就getI getI 那就是找到 那就是找到那个对象 找到那个第几 第i个对象 就把它抓出来 然后那个i的对象 的参考 然后我们再 去 把里头的name把它抓出来 好 抓出来 但是这样子的话 把它绕一圈 那就是每一个都走一遍 但是这样子 有一根缺点 就是我们 有时候想 知道 我们有时候想慢慢绕 我们 想记录 我们现在绕到哪里去了 所以呢 在这个我们的迭代器里头呢 就是我们会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是 叫做Iterator的对象 就是说我们在 定义一个新的类 Iterator 然后 这个T字的模板 然后呢 我们就 让它把这个当person 把这个 Person 让进去 那我们就会 有一个 参考到 这一个 我们的 一开始是参考到 第1个 Person的对象 参考到第1个 Person的对象 那 我们就可以来对它做存取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叫它 Next 下一个 我们会 当我们送一个Message给它 叫做Next 就是 下一个 那它就会指到 它这里就会指到下一个 在Next 那它又指到下一个 因此呢 我们就一直Next Next 然后 就会把这边绕完 而且还记录 现在我们是 跑到第几个 那这个叫做 叠代器 OK 好 那我们就 回到我们的 滚轮 好 那看看 如何 形式的 起出 这个 集合对象 手含的对象 手含的小对象 我们想把 里头的小对象 一个一个 把它 内容把它抓出来 或是 去把内容存进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看过了 用这个Fold 来起出来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起出 这个 这个Areads的里头的各个小对象 各个小对象 或者输出里头的 那么 为了配合这个集合对象呢 让我们可以 来浏览 比如说 我现在一个集合对 集合对象 然后 然后会指向 很多个 指向很多个 对不对 指向很多个 那么 我怎么去 一直往下跑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设一个叫做Iterator 我们都整成IT 那么它就指向第1个 然后next next next 就一直指向第1 指向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绕完了 甚至呢还可以回头 OK 那这种叫做 这种的对象 啊 采用的是Iterator T这种模板 来产生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 啊 这一个 啊 来看一下 啊 这个 如果把刚刚那个Display 改了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首先 啊 这个 定义一个 啊 这个参考 这个是参考到 这个Iterator 的这个对象 参考到这个对象 OK 好 然后 就可以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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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所以呢 啊 这一个 是属于 Iterator Person的对象 啊 那就可以 那这个 IT呢 是指向他 OK 或是 就是代表他 也可以应该是 参考 OK 所以呢 是IT指向 这一个 Iterator的对象 或者是他就 IT都没关系 因为他是参考嘛 参考是代表他 所以我们直接就认为 IT呢 指向他 OK IT指向这些 好 所以现在 就产生一个 IT了 产生一个 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就来指向 Person 指向Person OK 所以呢 就叫 Player 产生一个 Iterator的对象 然后 用IT 去指向他 就是 这个动作 就是创建 一个 一个这个 Iterator的对象 OK 这样子 好那么 然后呢 就 Next 有没有 IT呢 就送出一个Message 给他 叫做Next Next 所以呢 他就会一直换 一直换 好 那我这边再讲一遍 OK 这边就 暂时不理他了 OK 好 我们现在 有一个叫做Players Players呢 就是一个Collection 一个 集合 那他有指向 Person 指向 Person 指向 Person OK 很多个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 IT这个的指针 这个的参考 这叫IT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Create 就是指这个 那Iterator 这是 他这里头的 函数 那么他就会创建一个 Iterator的这个 这个的对象 就是这个的 Object 对不对 然后让 让IT指向他 就这样 所以这个 就是把他的参考 放到IT里头 所以IT在这里 他参考到 是一个 Iterator的对象 OK 那Iterator的对象呢 他就 指向他 指向他 一开始就指向他 OK 那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往下走啦 这是 IT NEXT 有没有 这是 所以IT NEXT的意思就是 送一个 Next的 Message 或是命令 Next 来命令 给这个IT 手指的对象 给这一颗 也就是说 发 Next的 命令 给这个 Iterator 那Iterator呢 他就会指向第2颗 这个就没有啦 他一次只能指一个 所以Next的他就 改指到 下一颗 那么再Next的一次 再送一个Next给他 这个又没有啦 他就指向 最后一颗啦 指向第3颗 那这就是 这里的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是这样子的 那这里呢 有 IterPrayer Iterator呢 就是 调用 这个 Aradist 去创建一个 这种得代器 创建这一颗 就这一个动作呢 就是叫他 来 New 一颗 这是New New一颗 这个 给我们 OK 是由 Aradist 来New的 来New的 OK 那 IT就参考到 只有Label里头的 这个Person的对象 Person的对象 OK 然后这个 IfNet Netz就一直找到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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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 现在 了解的 这个Iterator之后 那 我们现在 再来详细说明 这个集合的对象 怎么包容那个兜态性的 这个对象 OK OK 所以我们再回头一下看看 加挖的基本 形态就是 宿主 那宿主呢 并 不含有多态性 为什么呢 你看 他这 10个都必须是Int 那 如果不是Int 就放不进去了 就放不进去了 那如果这个 10个都必须Item 那不然就放不进去了 OK 但是事实上 这个 这个 如果你Item有子类 有子类 那 他可以 参考到这个 这个Item的 这个子类 都没问题 那 都没问题 OK 那这种的 就已经包容了 这个多样化的对象了 也就是宿主呢 其实 如果是这样写 那 他有自己有子类 那基本上 他已经 可以包容 多样化的对象了 同样的 如果你 这边是New object 这种宿主呢 就可以包容 所有所有的 只要是object 这些体系的都可以啦 都可以 然后呢 一样的 我们 这个除了数值之外 我们还有集合的 类别呢 也可以把它放ubjet进去 那就所有的object 都可以 放进去这个 Redis的集合对象里头 所以呢 集合对象里头呢 其实他指向的是 多态性的对象 这是 子类1 这是 子类 1的对象 那子类 2的对象都可以 只要是 这个object对比体系的 那么都可以 OK 那 我们来看看 Coin的 这个 多态性对象的翻例咯 我们来看看 这个Coin 那Coin呢 在这里就是 我们 定义一个 Coin 但是Coin 并 里头有函数 所以他并不是 一个 J 口 所以就在定一个 J口 这纯粹抽象函数 啊 纯粹抽象类别 所以呢 他 很多很多小的类的对象 因为 你投钱嘛 所以他就很多小类的对象 那这个 比如说这是 1块钱的 那投了3个1块钱 一个5块钱的 一个10块钱的 OK OK 那投进去之后呢 啊 这个 Mindim machine 他会把他记录起来 就是这一个 啊 这个翻卖机 把他记录起来 那他用什么来记录呢 用一个 Aredist的来记录 用一个Aredist OK 这个 叫做 Coll 所以那我们现在 来画一个 这一个 啊 翻卖机 啊 翻卖机是这样子 OK 这是 啊 啊 Mindim machine 啊 Mindim machine OK 然后呢 这里呢 里头 Mindim machine里头呢 放了一个 Aredist 啊 这是 这Aredist 对不对 然后 里头呢 含有的是 Icoin 啊 Acoin 啊 这样子 那表示呢 他这一个的 类别体系的 都可以放进来 这个Aredist 所以呢 他就可以 指向他 他指向他 然后 他指向他 有没有 这不同的类别 这个类别跟这个是不同的 但是都可以放进来 因为 因为 这里采用的是 Vendim machine 采用的是 这一个 啊 Aredist 的 然后 里头都可以装 Aredist Aredist Coin 里头的 这个体系的 所有的对象 都可以 因此呢 我们就 啊 在Feed a coin 这时候都把它加进去 有没有 你丢进来一个 Coin 他就把它丢进去 这个 啊 集合类别里 集合对象里头 这个 这个叫做 集合对象 OK OK 然后 这一个整个 叫做集合类别 OK 叫做 集合 集合类别 OK 这叫集合对象 然后呢 这一个 Array List 这个T 这叫做 集合 类 的模板 Temperate 这样子 他是拿这个模板 加上这一个抽象 抽象类 就构成一个集合类别 再拿这个集合类别呢 来 这一个 宣告一个集合对象的 这个 集合对象的参考 然后这里的 就真正的 New了一个集合对象 然后让他来参考 OK 让他来参考 所以呢 这里就New一个 真正的对象 New一个 ArrayList的对象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COL 就来参考到他 OK 参考到他 那 他就可以放进来所有的 这边的多形性的对象 都可以放进来 这个 Vending machine里头 那就是我们在展示的 他就是 多态性的 这个你看 这个是 Find dollar这个类的对象 1 dollar这个类的对象 Tandar这个类的对象 所以只要是 这个 Atrade coin 这个体系的 只要是 Atrade coin 这个体系的 对象都可以把它 Feed的 进去 那 这就是 Mending machine里头含有一个 这个集合对象 这个 这个类别 这是一个类别 的一个 集合对象 那么他可以指向 这个 Atrade coin 这个体系的 所有的对象 因此呢 这包含的是 多态性的 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称为 这个叫做 能够容纳 多态性的 对象的 我们称为 多态性的 集合对象 那 别让 这个 Vending machine 成为一个 多态性的 集合对象 OK 就像书包一样 能够装书 便当不同的东西 凡是 Atrade coin 这个类别体系的 都可以沉进去 这一个 Vending machine里头 那 就 就只要是这个 Atrade coin 这体系的 对象都可以 被位进去 这个 换卖机 换卖机就把它 儲存在 arraylist 这样的一个 对象里头 OK 然后呢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钱了 OK 好 那我们就 就可以计算出来 那这就是多态性的一个 很甜蜜的滋味咯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咯